当你拥有了一台NAS之后 你就拥有了一个私人网盘 不用焦虑手机存储 可以直接备份相册 喜欢的电影电视剧 在手机平板电脑电视上 都可以随时原话观看 上传下载任何文件没有限速 工作学习文件可以随时查看 甚至直接编辑 家人也当然可以共享使用 我在用的这台NAS 是来自极空间的Z2 Pro 就算纯小白也可以直接上手使用 非常的方便 开箱之后把硬盘固定放入Z2 Pro 插上电源和网线 开机 手机下载好APP之后 注册绑定就完成了 然后就可以开启手机相册的自动备份 手机里的照片就会自动上传 上传后APP会智能识别人物 场景时间并且分类整理 也可以在家庭相册中一起浏览 自己喜欢的电影电视剧 也可以上传至极空间 只要有网就可以直接在线播放 还是高薪原画画质 APP还会自动展示影片信息 方便分类查看 机身后背还有HDMI插口 插在电视旁边 也可以直接给电视使用 工作资料 学习资料 上传后可以随时访问 也可以分享给他人 支持电脑指定文件夹的自动图部 这样需要紧急编辑文档的话 也可以直接操作 简单来说 有了一台NAS之后 就可以告别手机的存储焦虑 甚至还有了一个随身的影库 那作为打工人的话 你也不用天天在背着U盘 移动硬盘去搬转了 像我作为一个全职的博主 我所有的数据备份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可以把每次的项目资料 都备份在极空间里一份 这样就不怕项目丢失了 出门在外 需要哪个项目的文件 也可以随时的查看 下载分享 关键是我的所有数据 全部是存在我的本地的硬盘里 这样的话 不管是隐私还是使用 我都会更加的踏实 极空间Z2 Pro内部有两个硬盘位 最大支持单个22TB的硬盘 底部还能再插一个M.2的固态硬盘 而且Z2 Pro这么小的体积 也很好收纳摆放 不管是竖着还是横着都可以 如果你的需求是日常的相册备份 影视存储 以及工作文件资料的备份的话 那么我推荐你搭配 2TB到4TB的硬盘就可以了 如果你也有相当大量的数据 备份要求的话 那么我推荐你使用 4TB到8TB的硬盘 看到这里 你大概知道NAS有什么用了吗 如果你需要一台简单易用好上手的NAS的话 极空间Z2 Pro我就觉得很不错 简单易上手存储空间 对于一般人来说也足够了